大家好,我是吳仔 我是希哥 我們是Hey5 今次講一個大家都好像很認同的話題 我見到過二千like 有人要求我 這些po過二千like,好拿出來討論吧 標題就是,希哥說吧 覺不覺出來做事,厚臉皮就無敵 正所謂人無恥變無敵 但厚臉皮又不同無恥 厚臉皮又不是不要臉的 但臉皮幾尺厚 今天非常好,我們的嘉賓希哥 他是相當臉皮薄的人 而我的臉皮已經厚得像柏臉圍長厚 用幾百年才能推倒 最後都會被推倒 但怎樣說呢 厚臉皮是訓練的 我小時候也是 我想跟希哥最薄皮的時候一樣是很薄皮的 沒有人出生後就是厚臉皮的 有些厚臉皮 就不是厚臉皮 有些厚臉皮 就做了些事情不怕被人罵 厚臉皮和厚臉皮其實很相似 經常說是厚臉皮的,小孩子是厚臉皮的 小時候怕被人罵,怕被人打,就是厚臉皮 但是厚臉皮呢 就是厚臉皮呢 就是厚臉皮 就是厚臉皮 經常說是厚臉皮 厚臉皮 有沒有厚臉皮 有些什麼例子呢 稍後希哥自己分享一下他有多薄皮 他說做錯事 當沒事發生已經是厚臉皮的表現 你覺得呢?希哥,有沒有做錯事當沒事發生? 嗯,那不是怎樣 發生都發生了 都要繼續下去 道歉啊 是,會的 就是我不會覺得錯了那個就是結尾 是 不是,通常都是這樣的 厚臉皮 其實人不錯 沒有得對,沒有得贏 沒有輸過,沒有得贏 其實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說 就算米高佐敦那麼厲害 他都是失敗乃成功之母 射球經常都不進 他經常都不進 然後練到他進 這也是一樣的 你不在社會上受過錯誤 你怎麼會成功呢? 我不相信李嘉誠是一帆風順的 只不過是他生意上了軌道 一開始總有些碰釘 誰人都有碰釘 沒有人是沒有碰釘 但是有些人是怕失敗 有些人覺得一失敗之後就會 哇,糟了,不斷轉自己的傷口 覺得自己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這是性格 那有些人做錯誤 你說當沒事發生 那不是怎樣? 你問我這樣不是怎樣 我後面皮的 我最多問你 不好意思先生,對不起 不好意思 罵完之後 那你想怎樣? 對不對 你想怎樣? 現在不是我想怎樣 那我道歉 對不起 你要賠償 我賠回給你 那你還想怎樣? 對不對 那些人可能覺得 嘩,這麼後面皮的 那你做錯誤 那你想我怎樣? 在你面前切腹 對 沒什麼好爭 看你輸不輸得起 這件事 日本人有些性格就是 你說他輸得起 我就覺得他輸不起 總之觀點與角度 譬如 不行我就切腹 以前的武士 我前一天在Netflix看一部電影 就說 武士切腹 當然有些人覺得 很有勇氣的表現 但是 死很簡單 你要用這個人生去面對 那件事是很難的 是很大的勇氣 其實後面皮 我覺得 很多方面都可以一起說 當然 那個就不是後面皮 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但是你說 被人罵 那怎麼辦? 是呀 有些人會這樣 你這傢伙都不知醜 你還敢在那裡亂說 其實在我的程度上 我可以解釋給大家聽 譬如 有些人經常說 吳仔 你做好一點的功課 才出來說話 唉 網上的東西都沒有準則 蕭先生 一年賺這麼多錢 他的東西都經常錯 我覺得 這些東西 是你要有一點厚面皮才可以做的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 他說 其實表演說話是最難的 那兩個都是演藝學院的師兄 我說為什麼 他說 人家不喜歡你罵你的 他說 沒有關係的 不影響你的點擊 對 也不影響你的人生 不影響 其實罵人的敏鎮 不是啊 他覺得他被人罵完之後 他不開心 為什麼 不上心就無敵 他不想被人罵 他說 千夫所指 不病而閉 無緣無故被人罵 你很受嗎 罵 罵人的那個痛點 罵人的那個痛點 但很多人不明白 很多人真的不明白 他以為被人罵那個痛 你好像林作那樣 後面皮 他是無敵嗎 是 喂 他現在跟鍾培生 那樣 他現在收獲的好感度多過鍾培生 這個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其實 後面皮 但他沒有東西輸 他沒有東西輸 他是去了鍾培生的關注度 他甚至沒有東西拿出來 是 後面皮的好處是 你不需要拿東西出來投資 你罵我好 你現在網上是這樣 有關注度 就自然有東西回到 你很想要一件事 你開口說也未必有的 但你不開口說一定沒有 是啊 他沒有東西的 他不怕 就是跑去抽水 不怕 很多人都說 不用在這裡抽水 讀新聞 不是 是很容易賺的 你試一下 人這個弱點 是很在意別人怎麼看自己 很多人都過不了這關 是 是 我做這一行之前 就是一個相當面皮薄的人 我都說我不敢參加任何的歌唱比賽 不敢 那 是習慣的 但是你說做了藝人 就是表演者之後 最初都是面皮薄的 是衝回來的 衝一下衝一下 最後就是 我想不是衝 最後就是 你博覽群書 站在巨人肩膊上 看了世界之後 陶傑那些 其實我覺得都面皮很厚 蕭三面皮都厚 原因 就是他看了這麼多本書之後 他發覺其實你罵我一句 算得是什麼 是啊 算得是什麼 這樣而已 那有些人就說 譬如 要你OT 我不O 就好像我這樣 我之前跟人分享 喂 上班啊 那個公司的文化是 不可以早走的 神經病 神經病 我帶一個走了 那你可以說我面皮厚 但是我覺得 老闆面皮更厚 那你打他工作 老闆當然是吃著你的 當然不是 看人而已 看人的 看人的 所以我不是說自己不適合打工 另外就是 你解僱我 找我一份 真的 無敵的 解僱我 就做別的 你記我大小過 哦 哦 是啊 那我出來也沒什麼 對不對 你要明白這件事 我覺得面皮厚 你覺得好像 好像一個negative 但是面皮厚 其實是利多於弊 就好像你剛才說 你因為你以前的面皮薄 你即使很有才華 你是打破不了面子的關 你是沒辦法被人發現 例如你 說回做事那些 你有信心你這個project 做得好過你頭的 但是你由於你面皮薄的關係 你沒有爭取到更加好的成績出來 是啊 對 剛才你說的 我以前的面皮很薄 我知道我自己的歌藝都好過他們 我不敢去參加 很多都是 都是這樣 我有個朋友唱歌很好聽 他說出去比賽 我喜歡唱歌 我會唱給自己聽 我一句都不敢 是啊 怕被批評 埋沒了自己的天份 太在意別人的看法 是啊 說了一個很有道理的道理 有些網友說 只要你騙一個公司 那間公司就不會騙 沒錯 請你那間公司是騙的 那你就再騙它 其實你說 厚不厚面皮 薄不薄面皮 其實說到最後 你的內心夠不夠強大 如果你的內心夠強大 怎麼會再有別人的閒語 是啊 還有那個焦點 觀點與角度 譬如我有個朋友 也是拍說話的影片 譬如有些朋友出來 抨擊他 然後他就會 用千字文覆給別人 或者不開心 他會說這樣那樣 跟我打電話 我真的試過一次 說了一個小時 然後我 我從這個性格 我已經覺得他沒辦法成功 就是臉皮實在太薄了 是啊 你執著在那些小事 一兩條comment那裡 不是 你的焦點在別人的comment 你應該那幾個小時拍多一條 是啊 我的焦點在錢上 你重複它 但是現在人家的成功 即是成功 大家的準則在錢上 是不是 那你的焦點放在你的情緒上 在一口氣上 那你有什麼辦法 臉皮口的人是不會發脾氣的 是啊 你罵完他 他不會做那些愚蠢的事情 就是 是嗎 這樣吧 賴皮 有個皮字 都是臉皮 其實臉皮 臉皮 不是要不要臉 經常說你要不要臉 那世界有什麼臉不臉 是啊 扮出來 這些是擺門的 出來有沒有臉 是啊 很有臉很有氣魄 有些人甚至這樣 即是經常講面子 出去擺酒 30位都不夠 要60位 為什麼 因為我怎麼請我的朋友 即是他父母怎樣請朋友 請不完那些朋友 他說我不請所有朋友 我哪有面子 蛤 有多少朋友啊 就是 連這個 真的很朋友 不是自在你的那頓飯 連這個位置 那些人都沒有過 你明明結婚是兩個人的事 你都要你老爸老母 OK 然後怎樣 擺多少遺酒 聽他說在哪裡擺 要好好看看 經常講面子 面子是對外的 即是你對外 你完全是無感 你就可以 同一個自己喜歡的人 完全不用一元 即是 自己喜歡就結婚就簽一張紙 對不對 即是這些東西 這個性格 可以引伸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東西 有些人就覺得 厚臉皮的人是很適合做官 這個也是真的 這個也是真的 你無論是一個很好的人 或者是不好的人 不好的人被人罵多些 好的被人罵少些 我發覺那些官 講到最好的了 奧巴馬 講美國總統奧巴馬 你覺得他的臉皮厚不厚 我覺得他的臉皮超厚 當然有些人說 他做得這麼好有什麼厚 你看他的膚色 他是一個黑人第一個總統 他是超級厚的 那個臉皮 不是有這麼大的信心 裡面的內心有多強大 根本站不到那個位置 另外 法國的總統 叫馬克龍 他臉皮也是超厚 你知不知道他當選那天 他跟一班穿比堅尼 紅色比堅尼的美女 二三十個人 他在那裡跳舞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叫習大大 找二三十個美女 不要比堅尼了 穿一件和服 不是和服 sorry 穿一件小鳳仙 那些旗袍 在那裡跳舞 行不行 沒有可能 這些就是臉皮 你做官就是要有個臉皮在那裡 當然有些人的臉皮 就不是放在那裡 不是說個個都這麼玩的 這麼 playful 有些其實林鄭的臉皮也是超厚的 但是 沒事的 他覺得沒事的 阿楊我答了你問題 對不對 你沒有這樣的臉皮 其實根本上厚臉皮 是做官的條件 你會理人 你講真的 你做官不是對一個半個人 你是對 即是香港小小的都幾百萬人 嘩 真的聽完那些人說話的話 其實電腦都會輕易的 不是說人腦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基本的 就是 可能是 尊重是優點 後面皮 經常說後面皮好像是缺點 是優點 是優點 對 誰知道上班 做人都無敵 後面皮 那當然 不要說做一些 其實後面皮 程度有高低 對 都要有原則和底線 有些人 後面皮到 到處拋著素 那些 就很難受到 我覺得他不是無敵 我覺得有些低程度的後面皮 譬如 到處靠癡 癡癡癡癡 癡癡癡 是不是 那些 拍出來也很好笑 一定有 這些人一定有 這些是低程度的後面皮 那 低程度的後面皮 我覺得這些人 就不方便會成功到哪裡 要 跟著婆娜嫂 成功的後面皮 他是會 躺在大使上 大使 而且本來他本來是離群的 是不會 跟一班人 唯唯唯的 還有我覺得後面皮的 通常都 情緒管理得很好 那些喜怒不盈於食 我絕對是那些人 以前在公司 譬如 一班人 他們最喜歡為威 一起出去吃飯 約出去吃飯 跟著 就 不會叫我 因為我說 其實你不用叫我了 吃飯我不會管 我一早說了 其實我不是後面皮 我的人是孤僻的 我極度孤僻的 不過有些人覺得 說這麼多話 怎會孤僻 你是不會明白我的感受 我相信有些藝術是明白的 我講話給別人聽 我只是不喜歡跟別人溝通 不是說 要講話 就講到大家的層次 但你要知道 其實眾生 大家差不多 讀完書出來講話 有些 講一些八怪事 八婆事 我不想在社交上浪費自己的時間 那時候 有一次 有個很好人 其實那個女生 叫我吃飯 她說不用了 我都很禮貌 然後有個肥婆 她說 你為什麼叫她 她都不來的 她真的在我面前這樣說 但我完全是沒事的 可能在她眼中 她覺得我很後面皮 因為我不會 跟那些人去圍勞 我覺得 我不需要 你有這張牆 你的臉皮很厚 有些人是不行的 她們不侵我眼 我覺得我會被排擠 怎麼辦 我是不是透明了 然後要做很多事情討好那些人 然後漸漸失去自己 跟變成普通人一樣 其實後面皮都可以是很厲害的 一個是社會裡面厲害的人 但大部分人都是求同的 他很怕自己太獨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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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買那樣東西 我又要買 是的 每個都是求同 他不是真心喜歡那樣東西 純粹是大家都有 是的 很多都是 所以 其實 什麼都是一樣的 上學上班做人都是 開這個主題的人 是不是小學雞 其實面皮厚 可以說就是 不理人 怎麼看 不需要說到太過negative 你溝女也是 溝女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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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近來在Netflix看的一套 叫做什麼 肉霸不能 正 其實基本上那些兒子 那些性格 溝到女很厲害的 我經常 有些人說 我經常說自己情性 其實不是 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的live 給大家聽一下 那些人 所謂的溝女後面皮 就是 我覺得自己是一定可以的 他說 他溝兩個鬼妹 一個黑人 一個金髮女 他一走過去 他說 我可以好像變魔術一樣 我沒試過失敗 你說我自己沒試過失敗 這句話已經夠了後面皮 對不對 怎麼會沒試過失敗 一定會不行 但是他也假設自己一定可以的 他也假設自己也可以的 他進去之後 然後就說 一過來 你兩個什麼什麼什麼 是不是很想親一下我 然後他說 下一個兩個 然後女生笑 你打算追女生追一個 不是我一次過追兩個 厚不厚面皮 厚厚面皮 厚厚面皮 追一個都難 不是的 一次過追兩個 一定給你厚面皮 然後 然後先親一個黑人 再親一個又到那個 但是那個女生很樂意 因為他解釋一件事 女人是會被男人 一個莫名其妙的自信心而迷倒的 這個是真的 厚面皮的人很容易追女生 你看龍心是極度厚面皮 然後有一次看到他在 在蘭桂坑追一個鬼妹 他只是說幾句英文 新的手出去被鬼妹拖著他 然後說了幾句 接著就親了 很容易的 但是在香港的人會覺得他是瘋的 基本上這些性格在外國是 獵人 對 對 曾經有個女生也是 那些 她說我 她寫書法 她寫幾個字給我 她說我一副戰鬥格 就是厚面皮 是啊 其實她那時候都給了我機會 她說 下次真的要和你吃一頓飯 我說不用下次了 現在好嗎 下班吧 即是你要扯 厚面皮的人就是扯的 基本上 是 行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下次先 那個女生都害怕 下次先 那下次的了 那下次就等到什麼時候 那些還要扯到 好嗎 就是 臉皮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狀態來的 你呢 都是要假設你是一個這樣的人 不過 我也是那句 你是要 修身齊家自國平天 對嗎 你先收一身 即是你肥碌碌 或者是沒什麼怎樣撿 你出來後臉皮 就會很討厭 整件事情 所以你聽完我這件事 不用多講有道理 我從今天開始後臉皮 你聽我說,這個是LV2,LV1你去看美妝、健身 完善了自己的事 對,國殼做什麼都是包裝的 你不要亂推薦貨出來,大食甲底健的,我行啊 不是這樣的 冷靜一點 我看那套《欲霸不能》 那些兒子的女兒全部模特兒 很漂亮 對,全部收拾過頭髮,每天都收拾好自己才出來後面皮混女兒混女兒 不是說你真是,又是,啊,可以的啦 隨便,每個人都差不多 每個人都差不多,後面皮可能變成一個缺點 你一定是要有一種出淚拔碎的感覺 一後面皮,你會成為一個處處受歡迎和成功人士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吳慧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鈴鈴,分享一下 留言給我們,我們下一條影片見,拜拜 拜拜